热浪持续席卷意大利 维度跟日本北海道南端差不多的罗马 高温甚至上看摄氏40度 几乎让意大利要烤焦了 农作物损失造成影响估计有10亿欧元 不过也有不少人利用这个机会 到海边尽情地做日光浴跟玩水 从非洲来的反气旋带来制人的高温 导致意大利的许多地区 在周六18号进入了戒备状态 今年夏天席卷意大利的热浪 从北到南都有接近摄氏40度的高温 海滩度假胜地奥斯蒂雅利都人满为患 许多人为高温所苦 也有人尽情地晒太阳与玩水 但是要一直待在沙滩上并不便宜 虽然海滩是国家所有 但是在海滩上的突出唐椅 太阳伞等等的设备 目前都是炙手可热 我为了为了伤选 我走到北到我上去 我现在在我的飞机 到北到我上去 在北到最終的北到 下面的灰热红 有一个平台的灰热红 我拿出干净 我每天都给了一桃 我每天都给了一桃 我每天都去家 意大利农业协会表示 许多作物已造成影响 估计有10亿欧元的损失 所以当夏天结束 意大利有可能面对许多食物价格上涨 不过 意大利民众现在还是先享受大海和阳光再说 新台人雅贝电视江紫阳编译